今天上午,汕头市百起千人赴港参展活动在城海澳飞市民广场举行出发仪式 我是约300家玩具企业打响新年抢单第一炮 这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是首个由政府组织的赴境外参展企业团 这也是省商务厅2023年月冒全球启动仪式的一项活动 是今年广东出境参展的首团 是今年来全省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对外经贸活动 香港玩具展是世界第二大玩具展 也是亚洲最大的玩具博览会 活动由城海区政府、市商务局主办、城海玩具协会承办 我是约300家玩具企业、超千名参展人员将前往香港 参加1月9号到12号举办的香港玩具展 通过约900个展位推荐扇头玩具特色产业 疫情这几年的话对我们公司的一个外贸的业务 当然是有一定的一个打击的 希望说通过这种香港玩具展这种对外性质的一个展位 可以去接受更多的一个外国的一个客户 为2023年更多的一个业务去带来一个放花的一个生机 香港玩具展对我们城海的玩具产业是帮助很大的 我们在香港舱长或其的客商站的贸易额度大概有40% 现在能够过去舱长大家都非常开心 争取更多的海外的订单 城海玩具创意产业生产了全国近50%的塑料玩具 产品远销海内外 此次赴港汕头经贸代表团还将举办 2023年汕头经贸投资及玩具产业推介会 即第22届城海玩博会发布会 介绍我是三星两特一大产业格局 推介我是玩具产业集群 推进玩具产业产销精准对接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来帮助我们的企业走去去 抢订单拓市场创价值 进一步提振我们的市场的信心 提振企业发展的信心 巩固我们城海玩具的去口地位 也就是我们今天活动的口号 玩具之都拦动全球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措施逐步优化 我是抢抓机遇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由市区两级政府组成汕头经贸代表团 率领我是行业协会及企业赴香港开展多层次 多领域务实经贸系列活动 汕头市白起千人赴港参展团 拉开了本次经贸系列活动的序幕 这次我们组织这个白起千人赴港参展活动 是疫情以来 我是规模最大的出镜参展活动 这次活动得到省商务厅的大力支持 是今年省月貌全球活动的首长 这充分沾写了 我是全力拼经济 出海抢订单的信心和决心 也充分表明了 我是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信心和决心 是商务局将抓住国家 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契机 接下来会推动更多的企业 去出海抢订单抢市场 来巩固我们的外贸基本盘